大家好 今天我出来挖一种植物的根部 这种植物呢 我们叫它去育 把上面镇镜头给大家认识一下它的叶子 它叶子的形状 就像一个兔鸡头 还有树取的两件也多 还有它背部 它背部长满了气 看到没有 挖气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然这支气就会加进你的手里 你看 治愈呢 它满身都是吃 不管是树枝 还是它的头部 都长满了非常方便的气 今天我主要拉它的干部 治愈一般都生长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比如小石边 或者 鱼塘边 比较有水半充足的地方 它上涨就非常的快 这就是它的干部 这就是它的干部 所以它们还在干部 它们都会适合 它们都会适合 鱼 但是它们可以适合 它们都会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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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 治愈的根部 它的作用就是 如果有慢性肠胃 那个肠胃炎的 或者消化系统 不怎么好的 你就可以用它的根部 和那个猪骨头一起炖水 就可以了 自我了解 它对肠胃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们对它有 更好的见识 可以给小编 屏幕上网留言 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今天要分享就到这里了 上面知识把它多一点回去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